一年一度的汽車燃料費從7月1號起開徵 原本的繳費截止日期是7月底 但今年因新冠疫情影響 公路總局公告將繳費期限 整延到8月31號 豪源經理站提醒民眾 儘早完成汽染費繳納以免預期受罰 因為這是COVID-19的一個疫情嚴峻 為了降低群聚的部分來講 我們把整個繳納期限 由原來的7月31號 展延到8月31號 車主仍然可以利用原來的繳費單 到金融機構、郵局、超商都去繳納 另外約定扣款的部分來講 我們也會自動展延到8月31號 因網路時代與科技發展 經理站也提供多元繳費方式 可以辦理約定扣款轉帳、超商補單繳費 或是利用監理服務APP線上繳款 不用到現場排隊省時省力 也能節能減碳、減少紙張的資源浪費 也可以利用線上申辦電子繳款單的方式 每年來自動扣款 還有你可以用電話語音41211或4126666 再按用戶碼169 還有監理服務網跟監理APP的部分來講 都可以使用來透過這個來付費 桃園監理站在這邊也希望民眾可以多多利用多元的繳款方式 那最好是主動申請約定扣款 那民眾借期的時候可以自動扣款 也不用擔心預期被罰款 配合防疫桃園建理站呼籲民眾多利用約定扣款 或是線上繳費 避免現場排隊增加群聚風險 也請大家到建理站洽工業務時 務必戴好口罩、量體溫、落實防疫工作 記者在尾一桃園報導 cada場有限時可以在內地區 這場合 你們有關 我們可以見逢